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网红早餐 隔夜燕麦 不用早起 隔夜更美味 所需要的食材有 蓝莓 草莓 猕猴桃 香蕉 葡萄干 花生 奇亚籽 传统燕麦 酸奶 牛奶 和蜂蜜 在碗中倒入燕麦 加入酸奶 蜂蜜 再倒入牛奶 牛奶不要加太多 刚刚覆盖燕麦即可 再撒上一勺奇亚籽 充分搅拌后放置一旁备用 开始处理水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行选择爱吃的水果 猕猴桃切拌 用勺子将果肉挖出 一半切成片状 另一半切成粒状 香蕉去皮 切片 草莓去地 和猕猴桃一样 一部分切成片状 一部分切成粒状 取三个带盖的容器 倒入之前准备好的燕麦 倒到容器的一半即可 铺上一层切好的水果和坚果 具体的搭配可以随心所欲 再倒入第二层混合好的燕麦 继续在上面放上喜欢的坚果和水果 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冷藏 这次我们选择了一些清甜美味的水果 来制作三款不同搭配 在睡觉的时候 这些食材会完美融合 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当早餐 燃养价值高 健康美味又省时 再也不需要痛苦起床做早餐了